可以可以沒有問題 仔細排練這群舞者中 裡面有個熟面孔 就是藝人洗小瓜 卻是帶發準備參加 亞洲達人秀第二季海選 不只藝人 用出神入化的技巧 加上創新元素 把扯鈴表演發揮到淋漓盡致 28歲的林偉良來頭可不小 我扯鈴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我的動作搭配我的音樂 然後搭配肢體 他是世界雜耍聯盟扯鈴賽 連續兩屆冠軍 即使頭銜再強大 也要來參加海選 每一位參賽者 簡直就是臥虎藏龍 這次來參加這個比賽 是因為想要讓台灣的傳統馬戲 以及現代馬戲結合 然後讓全世界的人 看到台灣人的表演 不只是想靠節目展現自我 也想讓全世界看到台灣人的軟實力 因為在第一季 就有台灣參賽者闖出名堂 第一位以舞者身分 入選太陽馬戲團的台灣人 張憶君 在節目中脫穎而出 靠著實力與光環 成立人山人海意想堂 並擔任許多國台語歌手的 演唱會嘉賓 還有他 朱凡光 朱凡光以1秒8個音的驚人速度 挑戰土耳其進行取經驗全場 挑戰亞洲達人秀國際舞台 更闖進10強被封為台灣之光 優異表現讓幕後製作團隊選定台灣 成為海選的其中一戰 更凸顯出台灣優秀人才被出 TVBS新聞追風 黃正航林指揮台北報導